龙叔意外将公主的面巾扯掉 吓得他瞬间亚麻呆住了 只因在草原部落必须是迎娶公主的男人才能将其摘下 本以为此举会引起草原之间的战争 没想到公主非但没生气 反而还害羞地低下了头 就在龙叔找对方赔罪时 我准备好了 龙叔瞬间震惊地差点将早饭喷出来 赶紧选择姓氏名 面上还给你的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过 从小养尊处优的公主第一次遭到拒绝 气得瞬间上头 直接领兵前去攻打龙叔的义母三分地 眼看大军将至 龙叔赶紧发动自己聪明的脑袋开始保卫罗宝 通过他的设计很快一辆现代版吊车就被生产出来 紧接着用弓箭测出城墙缺口的宽度 再用精密仪器画出施工图纸 随后用盾牌垫底搬运重打百斤的大石头 很快防御工程就修了大半 然而此时敌人却不给他机会